嗨,欢迎收看自由感觉,我是杨阳 因为大熊猫作为珍稀物种数量不断减少 所以在1982年以后,我国便不再赠送大熊猫 而是对国外进行租借 所以日本的包括滚滚、英邦和桃邦等八只大熊猫都是租借中国的 但是随着日本动物园养殖大熊猫成本越来越贵 租金及各项支出不菲 日本网友开始hold不住了 日本最大论坛2CH论坛上就有人发帖 呼吁日本把国内的所有大熊猫都还给中国吧,太贵了 还有很多人表示支持 其实,虽然租借和饲养大熊猫的成本很高 但是大熊猫给日本也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 比如东京上野动物园的大熊猫仙女产下宝宝后 由于影响巨大,参观人数众多 动物园附近两家种餐馆的股价应声猛涨 日本有学者估计,大熊猫宝宝将大幅拉动游客增长 光是门票收入,餐饮费用,纪念品销售 就可在一年内给东京带来147亿日元的收入 这还不包括熊猫带动的东京地区的旅游、股价等 根据关系大学名誉教授公本圣号推算 每一只熊猫幼崽的诞生都会带来动物园参观人数 及相关商品销售额增加 收入足以达到几亿美元 完全足够支出熊猫的费用 自由感觉让旅行更好玩 下次羊羊和大家不见不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